大家好,我是少年 孙悟空一直都是很多人儿时的记忆 而除了西天取经之外 难道你们不好奇 猴子会不会谈恋爱这个问题吗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是 孙悟空和天界女孩的故事 西行记之,再见悟空 而孙悟空喜欢的女孩名叫苏伊 有一天闲来无事 她就去天界找苏伊 那这过程被一个仙女所看到 你拿入壁炉金刚和天兵 孙悟空说 韩老孙只是来天界和苏伊赴约 并不想找麻烦 但天界这帮自以为是神仙 并不听孙悟空的解释 孙悟空于是和壁炉金刚打了起来 壁炉金刚上次都没有打败孙悟空 这次也是一样 于是天兵摆下 天罗地网想要困住孙悟空 孙悟空突然变出了很多的猴子猴孙 与其大战 天罗地网瞬间溃败 这是天界最强神将 三眼神将出手 三眼神将与孙悟空实力均等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他们的战斗惊动了苏伊的老师 卢来 卢来用带有佛音的手掌 不断击打孙悟空 只能孙悟空头痛无比 苏伊想要冲上前阻止 孙悟空怕他受伤 就用金箍棒做成了一堵墙 来挡住和保护苏伊 卢来成长的不断冲击 将孙悟空压在了下面 困于山洞之中 这场大战才就此终结 困在山洞中的孙悟空并不服气 卢来放他下来 想和他谈一谈 悟空假装答应 在下一秒就翻脸不认能 向卢来发起了进攻 卢来轻而易举地躲开 一天一夜都过去了 悟空累得够呛 卢来还是毫发无伤 还显得又起昏昏欲睡 于是悟空选择妥协 答应坐下来跟卢来好好谈一谈 卢来在他面前升级了一旁围棋 两人开始对弈 可悟空生来性情急躁 刚开始寄居 悟空只在乎眼前的得失 却忽略了全局的属赢 悟空年年惨败 恼受承诺砸了棋盘 卢来重新把棋盘聚合 跟他提起了苏伊 一听到苏伊 悟空顿时陷入了自己的群思 想起了他与苏伊的相识 相遇 那时在大洞天空之前 孙悟空本身花果山的猴子大王 这天 从外面摘果子回来 听见了从天界下班 而来的仙女苏伊 在附近嬉戏 于是就前来观看 在河中的苏伊 不小心被河底的石头划伤了脚 先却引南了河中的怪鱼 于是制造了巨大的漩涡 将苏伊困在其中 就在苏伊快要沉入河底之时 孙悟空靠近河中 并把苏伊捞了出来 虽悟空和苏伊恶人一见独顾 很快恶人就成了好朋友 但是四字下班的苏伊 惊动了天界 天界派壁毒金刚和天兵 前来抓苏伊回去 虽悟空看不惯 却和壁毒金刚打了起来 壁毒金刚显然不是悟空的对手 但在一旁的苏伊 担心悟空会因为他而受伤 就答应了壁毒金刚回天界 凌早之前 海乔生告诉悟空 让他有空的时候 去天界找他玩 想到和苏伊的快乐过往 悟空重新开始认真对异 他在心中和自己对战了成千上万遍 一眨眼就过去了三百年 悟空头上和身上都长起了草 最后和陆莱对异时 经过通关全局 决定弃子取胜 最终赢得了席局 陆莱承诺孙悟空 只要他跟唐三藏 取回创世之火中的彼岸花 等他开拳之时 他必定会带着素衣 亲自迎接孙悟空 孙悟空答应了此事 而与此同时 天界的统领第十天 也派了杀星观音 取到唐三藏完成他的天命 同样是取回创世之火的彼岸花 为什么要非唐三藏不可 原因是因为只有唐三藏 才能完成这种天命 也只有他才能靠近创世之火 其他人 哪怕是上师都无法靠近创世之火 于是唐三藏和悟空 竹八戒 撒僧一起踏上了征途 他们试图四人 把山涉水斩妖出魔 经过了四三年 到达了创世之火 但巨大燃烧的火焰 根本无法让人靠近 唐三藏想到 如果换取创世之火中的彼岸花 来造福天下人 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 也在所不惜 于是唐三藏置身进入了火焰 悟空担心唐三藏 也前去保护他 进入创世之火 悟空看到了一些幻想 由苏伊和他相见的情景 也有一些非常破败 四处垄沉着黑暗 看到苏伊消失不见的情景 悟空告诫自己 这些都是幻想 苏伊不可能在这里 于是就冲破阻碍 来到唐三藏身边 帮助唐三藏取得了彼岸花 走出了创世之火 创世之火熄灭之时 天界就得到了消息 所以苏伊也吃笑了 他高兴地和他的亲鸟 蓝宝分享 蓝宝睡觉不回应苏伊 于是苏伊就去找他老师卢来 可卢来不在房中 于是苏伊就去找他的父亲 第十天 他满心欢喜地跑到父亲房中 就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第十天身穿黑袍 四处笼罩着黑雾 和其他身穿黑袍的人 赏扬着利用彼岸花 让黑暗重返时间 苏伊的近来意外听到这个秘密 他询问着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 第十天却说 利用彼岸花能让他占无不胜 为了防止苏伊走漏风生 第十天狠心地杀了自己的女儿苏伊 因此苏伊跌入了阴界 阴界的大王将其记忆抹除 让他成为亡魂的引路人 而这些情况悟空根本不知 天界也派车队 接回了唐三藏视作四人 在他们回待的这几天路上 悟空一直重复着一个梦 那就是幻境里看到的 哦对了 梦中还有彼岸花说话的声音 他告诉悟空 幻境中他说的看到的其实都是真的 他当悟空不要让唐三藏 把彼岸花交给第十天 如果交给第十天 时间再无光明 悟空醒来后和唐三藏缩起了这个梦 而唐三藏认为这梦不可信 之后 罗来外出回来后发现苏伊不见了 就去找第十天 并说明自己当初承诺过悟空 当他拿回彼岸花 自己一定会和苏伊前去迎接他 结果第十天谎称 苏伊暴兵身亡 但是从来前几天还见过活蹦乱跳的苏伊 所以他不相信第十天的话 但第十天利用自己的强权并不解释 回到自己的房子中 罗来觉得这件事并不简单 于是点来了三昧真火 下了阴界 想要在阴界找回苏伊 阴界大王见罗来的魂魄不一般 于是想要夺取 就把所有引渡人召唤在一起 让罗来自己亲自扁论 如果罗来从众多一模一样 且被抹去记忆的引渡人中找回苏伊 就可以带苏伊离开 阴界大王回出这样的计策 是因为他看到罗来身上的三昧真火 有熄灭的迹象 三昧真火一旦熄灭 罗来的魂魄也离不开阴界 在罗来离开的这段时间 十足四人也带着彼岸花来到天界 就在杀星观音要将彼岸花拿入手中之时 孙悟空却突然跳起来拿走了彼岸花 他认为天界的人不可信 天界的目的也不单纯 为了防止彼岸花落入邪恶人的手中 孙悟空将彼岸花浓入自己的心脏 除非罗来出现 他才肯交出彼岸花 否则就踏过他的尸体 悟空的举动当第十天大怒 派三眼神将前去夺回彼岸花 三眼神将再次和孙悟空交手 他的功夫确实精进的不少 但这次似乎却有些打不过孙悟空 可也并未落落下风 两难的战斗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第十天指责三眼神将这么久 还打不过一只妖猴 于是三眼神将开始拼尽全力 杀星观音看到这一幕后 便开始蛊惑唐三藏 指责他要弃天下苍生而不顾马 内由孙悟空拿走彼岸花 唐三藏炼击苍生有意不绝 但也不忍心杀害陪伴自己一度的孙悟空 唐三藏也认为孙悟空这样的坚持 一定有他的道理 于是杀星观音打断了猪八戒 嘴上的鸟牙 使他失去了斩斗力 将杀悟静化成了一堆沙 并告诉唐三藏 他的两个徒弟也自身难保 不能炼击孙悟空自己 而陪上猪八戒、杀悟静和自己三条命 唐三藏不想伤害孙悟空 更不想搭上苏八戒和杀悟静的性命 于是问杀星观音 如果自己念紧箍咒 让孙悟空交出彼岸花 能否劳他一命 如果无法劳数 他愿意将自己的命换取于孙悟空的命 杀星观音没有正面回答 就让唐三藏能为有机会 于是搞瞒念动紧箍咒 疼痛在孙悟空的头上炸裂 和三眼神将交战的孙悟空渐渐处于下风 三眼神将虽然不想这样打败孙悟空 但自己身上有任务在身 于是三眼神将将自己藏进 辞入了孙悟空的心脏上 拿走了彼岸花 交到了帝氏天手中 悟空在临死之前 已知无法理解 为什么 师父就是不相信我 而帝氏天拿到彼岸花后 就下定将孙悟空的魂魄 镇压到南海海底 勇士不得超生 孙悟空被关押在南海海底之后 如来也从阴阶顺利回来 因为被阴阶大王困住 无法脱身 错过这次大战 而无法及时阻止 虽然悟空被压在南海海底 但他并不后悔 因为他做到了苏伊口中的 心怀正义的大英雄 只是可惜的是 悟空却没能和苏伊再一次相见 这是改编动漫IP 《骑行记》的剧场版 戏剧特效和打斗 真的没有任何毛病挑剔 国漫的成长 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从以前被人吐槽 只能看低廷动画 到如今的画风 这个成长真的让人很是行为 国漫两次崛起 都为大胜投票关系 一次 是1964年上海美术电影 制造的大闹天空 还有一次就是 2015年的大胜归来 同样的题材 却有不同的创新 其中大胜归来 更是打破动画电影 长久以来 一直很尴尬的票房记录 而这次的《骑行记》 却颠覆了我们对大胜的认知 面对弄人的败护金 能不动情的他 却也会展览红尘 在苏伊对的孙悟空说出 只要心存大意 愿问众生母夫子 是人是妖 其实并无区别 这就好比我们现实中的 要坚守心中正义 而看完《骑行记》后 我就会想到 《勒扎之魔童将尸》中的那句 活命由我 不由天 是魔是仙 我自己说了才算 一部好的动画 不仅仅是要在特效化风上 完美 更也得内外兼修 才能被观众吹捧 我是少年 一文迷那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的评论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 仅可能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